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I-64E 阿帕奇卫士武装直升机 AI-64E 武装直升机是目前阿帕奇系列的最先一个型号 长度为17.7米 高度为5米 主旋翼直径为14.6米 空重5.17吨 相对于这一系列的前辈 AI-64E在动力系统和数据链系统上面做了升级 在外观色役上面也做了简单的修改 改装了更加坚固的大型固定液 机身依然是采用了双段式的布局 在机体的前段采用的是树缸强化的多两部树缸结构制造 这种结构能够大大的提升机体的强度 而扣短则是使用了树缸蒙皮的蜂巢结构 在降低重量的同时还能够拥有极好的抵抗能力 这款直升机的机体能够承受12.7毫米口径代用的攻击 而对于23毫米口径代用的攻击也可以抵抗一小部分 为了保护驾驶员 AI-64E 武装直升机采用的是防弹玻璃制造的撞伤盖 撞伤盖为平板的设计 两个座位之间也有防弹玻璃隔开 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两位驾驶员 同时被敌方武器集中的几率 在动力方面 AI-64A 阿帕奇系列武装直升机 除了强大的火力之外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动力和运载能力了 AI-64E的信号 其动力系统做了非常大的升级 发动机采用的是两具通用电器的T700 G1701D涡轮轴发动机 单台能够输出1994匹的马力 比上一版本的1800匹的马力有所提升 这两具发动机所提供的动力 能够让AI-64E武装直升机 也有3000公里每角时的最大速度 其最大爬升高度为6400米 而为了提高动力系统的抵抗能力 螺旋档采用的是新型的复合材料叶片 这种材料能够抵抗得住少量 23毫米口径高速炮的打击 而12.7毫米口径的穿甲弹 基本上对这款螺旋档是没有杀伤力的 就算是发动机的减速齿轮箱 在遭遇击穿 润滑又完全流失的情况下 其动力系统还能够持续使用30分钟 让飞行员有时间 驾驶直升机脱离战场或是迫降 其动力系统的这些改进 能够使得AH64的速度和续卡里程提高50% 而在使用寿命上也延长了不少 不过整齐的造价也顺便一起提高了20% 这也为后绣卖给印度 韩国等国家的时候 能够多赚一点外汇 武器方面 作为阿帕奇系列的拿手特性 AH64E的武器配置上面 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GP下方配备了一门 30毫米口径的M230机炮 内弹1200发 这个口径 基本上已经算得上是小型炮了 对于地面轻装甲目标的攻击 很少有能够抵抗得住的 在短音上 还有四个挂点 最多可以携带16枚 AGM114R 还有法2反坦克导弹 对于地面的坦克目标来说 AGM114R反坦克导弹 简直是坦克的克星 这种导弹具有发射最率远 精度高 激光自导 看干扰能力强 不需要目标照射 就能够攻击目标的特点 对于坦克等重装甲目标来说 具有极高的杀伤力 除此之外 在挂架上还可以携带两枚 AIM-9香尾蛇导弹 或是四枚 AIM-92独自导弹 也可以携带四枚 米斯特朗尔空地空导弹 为了应对电子化作战 还可以携带两枚 A7M12R 侧臂空地地反辐射导弹 这种导弹可以描准敌方的雷达 由攻击直升飞机 或是固定翼攻击机 用来远距离攻击敌方的 高炮设置指挥雷达 另外AH-641三对三个型号 对雷达的升级是最多的了 机口控雷达的探测距离 从之前的8公里增加到16公里 还可以探测和瞄准海上目标 机上配备了最新的传感器 航空电子设备等等 最大升级之一就是 添加了MUMTX计划 这个计划是 有人无人机编队的拓展能力 所谓有人机无人机混合编队 指的是一架有人机 几回一架无人机 或是一架有人机 同时几回多架无人机 进行协同作战 说白了就是 AH-641位置武装执行机 可以控制此辆武装执行机 进行协同作战 这一点在未来的作战中 将会是一大趋势 能以极小的成本 实现最大的战绩 在目前而言 AH-641APAC位置武装执行机 或许是美国陆军 最出色的一款 现役武装执行机了 AH-641APAC位置武装执行机 目前在美国陆军中服役 同时也外收到 中国台湾 印度 韩国 英国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 具有海上打击能力 和其家的夜深作战能力 或许在未来 很差一段生意之内 这款保持三场的武装执行机 还将会持续在各国中 服役很多年 好了 本期的武器大长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 查看网期内容 我们下期见